一面突然冒出两条大长腿 可把两个看守给愣坏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野生大长腿 两人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一步步朝大长腿一去 两条野生大长腿也非常温柔的 给头顶眉毛来了个夺命剪刀腿 随后干掉看守的两个忍者潜入宅子 却没想到宅子身处有一个被生双翅 浑身眼睛的怪人 好像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那两名忍者仍然毫无察觉地寻找密室 刚要进屋就跟一个守卫打了个照面 还没等守卫喊出声音 一名忍者眼急手快 直接射中了他的咽喉 两人成功潜入密室 打开墙上的机关 在里面终于找到了一个卷轴 而另一个守卫也发现了死去的人 看着他惊讶半天也不失情 我都替宅子的主人着急 两人虽然偷走卷轴逃出了宅子 可那个千眼怪人也在密室里闻到了什么 将此事禀告给一个男人 我就真没想到 长了一身眼睛居然要靠嗅觉来追踪 我也是服了 两人乔装打扮马上就要离开村子了 那个男人果然堵住了他 旁边的暴躁女疯了似的就要砍他们 男人却一手拦住了他 两人居然是老对手 一场惊世骇俗的忍者大战也即将上演 这是一部很沙雕的动作片《狐影》 两名忍者男的就是狐影 而女的就是他的妻子月影 两人本是火之国的顶级忍者 且双双坠入爱河海生下了一个男孩 可忍者村首领脸却白 绝不允许手下有这种叛逆之举 两人只好叛逃出忍者村 在一个偏远的山村过着平凡的生活 可怜却白血听说 在水之国藏有一个金色卷轴 只要与他手中的银色卷轴合二为一 就能得到一个藏宝图 所以他派人绑架了两人的孩子 逼过两人前去水之国盗宝 两人本来应该已经快出城了 可月影却想救下城墙上 要被处死的一家三口 这才耽误了时间 被大馒头几人追上了 胡影一只袖剑射掉了 水之国首领的手中刀 一家三口也趁机从城墙上滑了下来 几人立刻踩在上面糊殴了 为整部影片增添了一些速度感 先撇开两个男的部署 单说月影和暴躁女这一张 打的是风尺电车亲密无语 下面的大哥也背下的鬼哭狼嚎 几人的刀法神主鬼梦 仿佛还带点磁力 空中这顿拼杀 两个女人就生拉梅掉下来 几人就这么一边划一边打 我也只能暗自感叹 水之国是真大 几人都划半天了 前方好像还没有尽头 终于胡影和大馒头提前下车 胡影却被一脚踹晕过去 月影虽然打赢了暴躁女 但也被大馒头揍迷糊了 夫妻俩也就此双双落网 水之国首领是个奢侈荒淫的君主 每天除了吃喝玩乐就是杀人越货 她还残忍地砍掉人的胳膊合腿 制作成会唱歌的人质 为她的种种暴行助兴 听说胡影两人是来偷金卷的 她也对藏宝图来了兴趣 她留下月影当人质 让胡影回去偷来银卷 如果不成功月影就会被活祭 首领晒了霸唧地收起了金卷 她未曾料到胡影在来之前 就制作了不少假卷筹 胡影在挥霍之国的仁者村时 竟遇到了她救下来的一家三口 大哥是个发明家 就爱制作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也让胡影来了一点兴致 胡影装成一只野猪 溜进仁者村的大本营 却听见脸却白说等他们夫妇拿回卷筹 直接送他们一家归西 胡影偷偷来到牢房 准备袋子一走了之 竟被脸却白发现了 她只好交出金卷 两张卷筹叠加在一起 藏宝图也显示出了宝藏地点 就在水之国的附近 胡影却从怀中掏出假卷筹 朝他们扔去 威震江湖的人者村最高首领 竟背下地扔掉了真卷筹 混战之中 胡影的儿子捡走了真卷筹 而胡影又扔出一枚卷筹 正中二臂男的口中 然后这个二臂就不会说话了 眼看自己被活活炸死 我是再一次不拉 三名女忍者追上了胡影父子 胡影却启动了在大哥家拿的装备 竹子机动战甲 应用竹子的弹性 他可以轻易就举起举尸 然后他背上儿子 两人一弹一弹地消失在黑夜中 脸却白的脸都要漆黑了 他一定要夺回金银卷筹 杀死胡影一家 他派出了忍者村的全部力量 而那三名女忍者仍然对胡影父子穷追不舍 大压和二压先坠上了胡影 他们都是胡影一手交出来的 对胡影的打法再了解不过了 为了尽快拿下胡影 两人启动了封禁之术 真人手礼剑 不愧是禁术 两人背靠给旋转进攻 把背部的弱点完全隐藏 以微妙的平衡旋转来迷惑对手 第三个女忍者此时也追了上来 三人前后夹击 打得胡影父子只有招架之功 毫无还手之力 胡影终归还是高手 找到一个破绽 一刀将后赶到的三牙砍到河里 就当剩下的三人拼内力时 儿子用小刀射中了树林里的机关 打牙和二牙一个两枪 踩到机关的绳子上 瞬间被烧成了两块黑弹 久久未等到胡影归来 此刻水之国的城墙上 首领要将月永活计 突然两枚实力击中了城墙 脸雀白带着忍者大军已经来袭 胡影先到一步 带着儿子开始爬墙 在水之国大祭司的鼓动下 民众也开始反抗 他们早就受过了首领的压迫 后面的脸雀白也得大军赶到了 也纷纷朝城墙爬了上去 下面也开始不断地往上扔石雷 这他们是真不怕误伤自己人啊 一场仗打的乱七八糟 四处都上演着各种杀掉画面 三牙此刻也追上了胡影 将一个石雷投向胡影 胡影用绳子拴住儿子 应声声将石雷踹了回去 当三牙接到石雷的一瞬间 石雷就不可思议地点燃了 然后这娘们就掉到城墙下 当着所有忍者大军的脸 轰的一声爆炸了 月影几人也因爆炸波及掉到了城墙下 胡影去给月影松绑 首领却在背后举起了刀 手挤刀落 人头飞舞 如此动态的画面在这一刻 却看起来那么的宁静 竟然是大馒头救下了胡影 他对卷轴什么的根本不在意 他只想跟胡影一战 两人比武时 脸却白赶了过来 用妻子威胁胡影交出卷轴 因为大馒头的纠缠 胡影只能交出了卷轴 可脸却白走后 大馒头却停住了刀 他觉得这么一步太光彩 所以他要帮胡影 救回月影再接着打 我真想问他一句 你早想啥了 刚才没你月影能被抓走吗 脸却白终于找到了宝藏 一声轰鸣炸开宝藏 天空落下的都是金子 可他明显有点失望了 他还以为是胡服品呢 没想到却是金子 金子对他一点用也没有 他都已经有两个金手镯 和一对金耳环了 他还是喜欢把脸弄得白白的 胡影四人也追了上来 最后一战终将到来 面对仁者大军 大馒头和暴藏女两人 就是一顿嘎嘎乱纱 而脸却白的面具 却好像是有吸引金子的能力 他直接就被金子埋葬了 一家三口终于团圆 大馒头约约的 与胡影之战也并没有开始 他只是默默留下了一句 眼消失在茫茫人海 这部影片情节比较沙雕 但大馒头指定有点沙病